经济到突发30多发炮弹射击 朝韩双方各执一词 朝鲜炮兵进入火力袭击待机状态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现身朝鲜半岛上空 韩美重启大规模联合军演 朝鲜警告 若美拦截朝鲜弹道导弹将被视为对朝宣战 美美炒作日本多出7000个岛屿 挑拨亚太敏感海域岛屿冲突 日本运用无人机拦截外国战机 计划部署国产拦截弹 对抗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滑翔弹 中情局被爆出伪装雇佣兵现身乌克兰战场 美国为乌克兰军官举办战争规划演习 俄合检艇疑似在美海岸附近活动 如何揭开美式战争的隐秘角落 军事制高点带您解析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摩史给大家请来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张彬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本月美韩在朝鲜半岛接连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 而美军的几大轰炸利器 也接连进行实弹演习 另外同时美军被爆出 要击落朝鲜的洲际导弹 而朝鲜方面则发出警告 此举将被视为对朝宣战 那么在展开讨论之前 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军情要闻 小叶 好的 军情要闻带您来回顾 本周发生的热点新闻 我们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闻 据美国劫机网站7号报道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正在计划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 开发新一代军事信息支持作战工具 新技术将被用于数字欺骗 通信干扰及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等活动 深度伪造技术常见的方式 有AI换脸 语音模拟 视频生成等等 继续来关注第二条新闻 据路透社独家消息 四名美国官员3月8号透露 作为美英澳奥古斯协议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预计将购买 多达五艘美国弗吉尼亚集合潜艇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下周一 在美国接待澳英两国领导人 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 和其他武器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据日本共同社网站报道 关于新一代主力火箭H3的 一号机发射失败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8号透露称 在第二级发动机点火时间前后 电源系统出现了异常 发动机未能点火 地面控制中心随后向火箭 发出自毁指令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美国军事网站 战争地带7号报道 美国空军公布了 B-21新型战略轰炸机的最新照片 机头上翻和机背一些细节 被首次公开 根据计划 B-21计划2023年首次试飞 2030年左右形成作战能力 美国空军计划装备 100架该型飞机 最后我们来关注 据美国航空在线网站8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 向日本出售多达5架 ERD先进鹰眼预警机 这意味着日本航空自卫队 配备拥有反隐形能力的 ERD预警机总数 或将超过美国海军 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规模 以上就是军情要闻的全部内容 大臣 好 谢谢 本周经济道坡州市的炮弹射击事件 朝韩双方是各执一词 朝鲜的炮兵部队 进入到火力袭击待机状态 而同时美军能够携带核武器的B-1B 包括B-52轰炸机 接连现身半岛空域 美韩即将启动大规模的 在半岛的联合演习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3月7号发布消息称 韩方当天在京济道坡州市的 一个设计场 进行30多发炮弹射击 朝鲜第二军所属炮兵部队 随后进入火力袭击待机状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当天反驳称 朝方相关说法毫无根据 同一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部长金宇正也警告称 如果美国对朝鲜 向太平洋发射的弹道导弹 采取拦截等军事应对方式 将被视为对朝鲜宣战 而此前一天 可搭载核武器的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 出现在朝鲜半岛上空 与韩国空军进行双鹰联合演习 本月初 美军AC-130J空中炮艇机 和死人无人机 也首次现身朝鲜半岛 演练实弹投掷多种精确打击武器 此外 韩美军方还联合发布消息称 将从本月13号至23号 进行名为 自由护盾的联合军事演习 韩美称 这意味着 韩美战区级大规模机动联合演习 时隔五年后正式重启 据韩联社援引韩国军方 8号消息报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决定 最早将于7月 创建联合无人机作战司令部 韩国国防部还计划 将军事分界线蓝岩县的放哨任务 从人工放哨 改为有无人综合警哨系统 首先张明老师你看 这个京畿到波州的炮弹射击事件 应该说一下把半岛的紧张局势 拉满了 那距离这个所谓自由盾牌 韩美的联合军演 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 但是你看朝鲜方面 已经首先发出警告了说 朝方可以进行反制性示威活动 该怎么理解这种反制性示威活动 这次这个事件相当于 我们说一个导火索 或者说是一把枪的扳机 为什么呢 波州是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 它是位于韩国经济道的 这样靠近朝方一侧 也就是它是个分界线上的城市 离分界线很近 距离首尔只有40公里 这个地区 它的这个敏感性非常强 那当然朝鲜的这样一个紧迫感 就会加强 所以为什么它马上进行反制 进入到一种准备战斗的状态 那么未来很可能呢 发生难以预知的后果 你看近期的军事演习 包括这个从3月13号 到23号的自由护盾的演习 这可以说是韩美之间 历时时间最长的一个演习 而且呢 这个演习过去是被 文在寅政府叫停的 那么现在时隔5年 重新启动战区级的 大规模的联合作战的演习 同时美国又在这个朝鲜 试射战略武器方面 明确表示要击落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军事实力的介入 和韩国一边倒地倒向美国 是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 那个根本的根源 然后你看美国还爆出来说 要准备击落朝方的这个洲际导弹 那当然朝鲜是非常强硬地警告了 说这就被视为对朝鲜战 另外新的一周 我们看到美军的这种轰炸戾气 比如说B-52先身半岛空域 然后几天前还有它的这个 死身无人机 包括B-1B轰炸机 也都出现在半岛空域 这是不是意味着 美方要针对朝鲜半岛 展开一场合尝结合的 这种全面冲突 或者说为这样的全面冲突 做准备 我们注意到 现在针对东北亚方向 美国空军正在着手准备 合尝兼备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就是在美韩战斗机的掩护之下 那么要为它的B-1B枪击兵轰炸机 以及B-52H这种战略轰炸机 在半岛的相关空域 要构建所谓的 安全的火力发射阵地 因为这两款轰炸机的 载弹量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携带精确制导弹药 还是这种远射程的 这个巡航导弹 包括一些这种战术的核武器 它可以针对半岛 尤其是半岛北方 所有的这种地面目标 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 这就可以看出 在亚太地区 美国的这种霸权体系 正在和它的这种军事动作 和军事演习进行密切结合 具有越来越多的挑衅性 带来了更多的冲突风险 在几天之前 美国空军的AC-130J 幽灵骑士炮艇机 首次飞临了半岛上空 参加韩美的幼木刀联合演习 并且发射了多种 精确制导的弹药模拟攻击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一组相关的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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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韩国是计划在7月份要创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 还计划把最前沿的原来是人工执行任务的这种放上任务 然后变成有人无人的综合警哨系统 就为什么韩国在这个时候要加紧这种无人装备的部署 利用无人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警戒侦查 既可以当哨兵 也可以当这种智能化的火力打击点 针对比较敏感的区域进行监控 那么一旦这种所谓的机器人哨兵遭到了电子干扰 或者是这种网络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渗透 它可能会完全的失控失效 反而会针对韩国的这个方向进行监控 或者说进行这种火力威慑 那么再加上所有的设备都是需要 有持续的电力供应 一旦切断电源之后 其实它就变成了无用的竖桩子 有的时候我们看 无人化智能化的设备 可能要比这种人类的士兵会更管用 但是他们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2号报道称 日本重新清点了自己的岛屿 发现比上次清点多了7000多个 报道还特别列出了日本跟俄罗斯 韩国等国的诸多岛屿争议问题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防卫省到2027年之前 将部署能够对抗弹道导弹 和高超音速滑翔弹攻击的 国产拦截导弹 这些拦截导弹将部署在 全国14个地面部队 将对核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 和西南诸岛据点的防卫发挥作用 3月3号代号铁拳2023的 美日两栖作战演练 在日本德智岛附近海域进行 据悉德智岛位于沿美群岛上 被美军列入可能的 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地 日本政府还计划于2024年度 新建常设机构联合司令部 统一指挥陆海空 三个自卫队的行动 还将扮演与美军协调的联络角色 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 5号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正在考虑派遣无人机 拦截接近其领空的外国飞机 魏老师我们来看一看 最近美日的这种 联合的两栖作战演练 一方面动用了扫雷舰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它的两栖的登陆舰上 是装满了装甲车 这是不是在演练一种反登陆作战 就美日的这个两栖作战演练 你看出什么样的新的作战的战术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动作 日本针对它所谓的岛屿资源 进行了这个调查 这里面就提到了在岛屿问题上 和中国和俄罗斯 以及和韩国之间的矛盾 其实就是为了扩充它的军事实力 或者说打造更大规模的 这个夺岛部队 去进行这种舆论的准备 因为大规模的这种兵力的投送 尤其是跨海投送 针对大型岛屿 包括沿海区域 各个的这种作战体系 要融合到一起 才能够进行大规模 联合的这个夺岛行动 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其实就是它的这种统合司令部 这就说明现在日本 它构想当中的这种夺岛的 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不仅仅是针对面积很小的 这样的一些小型岛屿 很可能是针对大型岛屿 包括其他国家 周边国家的这种近海的沿岸的 这种具有战略属性的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它的指向就非常明显 可以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 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 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还有一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日本在大力地发展 它的无人作战装备 准备用这个无人机 来拦截外国的战机 您怎么看这些动向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它在军事层面 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作 它想复制二战期间的 这个太平洋战争 采用这样的一种 自杀式攻击的方式 那么企图进行 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挣扎 那么现在日本的防卫省 包括自卫队 希望打造更多的 这种无人化的空中侦察平台 甚至是未来要打造 这种无人的侦察机 无人的攻击机 在周边区域进行间谍活动 首先的这个任务 是要针对周边国家的 一些重要目标和敏感区域 进行空中侦察 那么也不排除 还是要复制神风赶死队的模式 采用空中碰瓷的方式 和其他国家正常飞行状态的 军用飞机 进行这种近距离的接触 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 所以这种动作 风险性也非常大 我们看到在美国 深度渗透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日本正在加速推进 它的武器装备的国产化 那么它的武器装备国产化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 接下来时间请小叶 给我们带来一组相关的观察 我方向彌券 这样issible 火银行 这样为什么 有点热 我在而专了 那今天的压力 对 Mist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数字 三分之二 日本军工厂商会故意将武器设计 冗余度调得极小 没有未来改进的空间 这样入列自卫队的国产武器 难以大幅升级改造 只能全面换装 例如为陆自水陆机动团 开发新两气战车的 三菱重工特车部门 竟把战车三分之二的零部件 弄成专门设计 哪怕发动机固定螺栓的螺纹 都与现役战车不同 为了避免麻烦 水陆机动团指挥官 索性让该车停在了仓库里 正是看透了国内军工业的小九九 日本自卫队使用洋货 未然成风 大臣 好 谢谢小叶 好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乌克兰战场 那么根据相关的新闻媒体爆料 乌克兰战场上现在出现了一只 身份特殊的雇佣兵 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俄新社3月3号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前顾问 道格拉斯 麦格雷格上校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 正在向乌克兰派遣 伪装成雇佣兵的美国军人 以协助乌克兰武装部队 操作北约的装备 麦格雷格还表示 乌克兰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包括其政府和军队 据路透社报道 在俄乌冲突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 美国正在德国 为乌克兰军官举办战争规划演习 以帮助乌军做出战场决策 但据美国星条气报网站 3月6号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新报告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数千名美军士兵被迅速部署到欧洲 然而从M109帕拉丁自行榴弹炮 到M1A2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装备 和其他车辆都不具备 合乎标准的战斗配置 同一天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 随着俄乌冲突继续激烈进行 美军指挥官和军事观察人士 对数千公里以外 在美国海岸附近频繁活动的 俄罗斯海军潜艇发出警报 报道称 俄海市研究所的负责人 麦克尔·彼得森称 有迹象表明 俄海军核动力潜艇 已经部署在美国海岸外 进入地中海和欧洲周边的其他地方 专门老师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乌克兰战场上这些身份特殊的雇佣兵 这样一个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美国你看一边为乌克兰规划战争 源源不断地给它提供各种援助 但另外一方面 驻欧洲的美军自己的这种武器装备的 准备率现在都被爆出来 不合格 是不是也已经到了强弩之目了 这会接下来怎么影响俄乌冲突 这件事被曝光 其实背后显出了 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一种焦虑 首先从程序上来讲 美国惯于干这个事 对吧 把美军伪装成雇佣兵 这很简单 从他的这个政府系统 情报系统 你随便弄个公司 然后把这个手续造齐了 然后以雇佣兵的身份 把现役军人派到乌克兰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顿巴斯地区 俄军的攻势还是很猛烈的 包括一些重点区域等等 乌军已经出现了衰退的态势 欧洲国家内部反战的声浪 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所以基本上到了一个 强弩之末的临界点 这个时候美国没办法 所以从一个过去 站脚助威的角色 开始变成一个 赤膊上阵的演员了 所以这次其实派现役军人 我们不管派多少 他的这个用意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就现在已经必须 得美国亲自上手了 那么意味着美国和俄罗斯 可能会直接的对撞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如果一旦变成了 从过去的俄乌冲动 变成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直接对撞的话 甚至会引发核战争的风险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 是我们未来要关注的 那说到美俄的 这种直接碰撞的风险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 在俄乌冲突期间 我们看到俄罗斯海军 一直在黑海地区集结兵力 而现在被爆出来说 俄罗斯的核潜艇 频繁地出现在美国海岸附近 那您有没有分析一下 首先是哪些型号的 或者哪一型号的 俄罗斯的核潜艇 会执行这样的潜伏任务 另外这样的潜伏 它的目标指向是什么 美国在俄乌冲突区域内 搞这种秘密战 那么会对于一线作战的 俄军的部队构成直接的伤害 那么针对美国的这种挑衅 俄罗斯向来是对等反制 那么比如说 俄罗斯最先进的 亚森M级的攻击星核潜艇 就是水下最新式的钢铁巨杀 那么它采用了综合的降噪手段 比如说采用了 全新的这种销声网 艇内的噪声 很难传递到海洋 环境当中去 那么北约的反潜机 包括水面舰艇 以及北约的潜艇 想要跟上亚森M 它的这样的一个水下行动的步伐 是非常难的 那么俄方先进的 这个攻击星核潜艇 就可以从大洋出击 那么针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 包括美国本土 进行这样的一个威慑 后续亚森M还会配备 前射版的高尸高超音速导弹 打航母也好 打航母基地也好 美国海军现有的防空和反导体系 是拦不住的 所以它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 除此之外 就是比尔格罗德号的 特种核潜艇 可以携带 波赛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不仅可以针对 航母编队进行摧毁 那么同样的 针对沿海的军事设施 包括敏感的这种军事目标 也可以实现一击必杀 所以我们看 美俄之间的 这样的一些暗中的较量 不仅在俄乌冲突区域内展开 同样的在全球范围内 俄罗斯也要展示自身的实力 亮出自己的杀手锏 除了隆隆的战火之外 美国还利用它的信息 科技的霸权 话语的霸权 经常混淆视听 让我们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 荒诞畸形的美式谎言 接下来时间呢 请小叶给我们带来一组 相关的观察 小叶 好的 长期以来 美国为谋取地缘政治私利 不断炮制话语陷阱 企图用一个又一个的 荒诞故事绑架局势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数字 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数字 近80% 美媒日前炒作称 美国港口使用的近80%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为振华重工制造 这成为了中国起重机 可以所谓收集 美国情报的潜在途径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 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 日益怀疑 树立在美国多地 包括几个军用港口在内的 用于港口集装箱调运的 中国重型起重机 是所谓的特若伊木马 能在众目睽睽的作业过程中 美国华盛顿智库两党政策研究中心 今年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超过32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数字 21场演出 随着俄乌冲突升级 美欧等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不断挥舞起制裁大棒 国际组织 行业协会 也卷起了对俄制裁浪潮 据英美报道 英国临时取消了莫斯科大剧院 芭蕾舞团原定于去年7到8月 在英国皇家歌剧院举行的 21场演出 更有甚者 俄罗斯亿万富翁 阿里舍尔乌斯马诺夫 因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 其名下的一艘价值6亿美元的游艇 被德国政府查封没收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美国利用他的所谓的话语的霸权 经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比如说他说中国启动机 又是涉及间谍 你怎么看美国的这种 所谓利用话语霸权 来制造这种对于大国的围剿 舆论的围剿 美国的这种霸权体验在方方面面 比如我们一直谈的军上的 这样的一个介入和遏制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种舆论上的霸权 和它双方标准的一个霸权 你看这个最典型的这种谎言欺骗 所以你看在对华的态度上 美国两个方面 一个美方多次表示 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 不跟中国发生冲突 但是一次次的挑衅 甚至故意诱发冲突的 这样一些动作 频频地出现 其实美国哪有双重标准 美国从始终标准 就有一个对美国有利 就是它唯一的标准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精彩的解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 应该说完全脱离了 理性健康的正轨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 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 脱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 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